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问枪面馒头这个步骤到底怎样操作 今天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基本技巧 前面和面的部分 大家只需要注意 咱们是按一斤的量来制作的 然后是放酵母 咱们夏天就按三克去放 这样没有酵母味 而且发酵的也算比较稳定 不容易过 接下来就比较重要了 咱们加水的时候 一定要比平常稍微偏多一点 比如说咱们平常加250克 这时候加到265-270克 让这个面团一定要偏软 为啥要偏软呢 主要是因为咱们在呛面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面粉 这样面团的硬度就容易改变 所以一开始活的硬 咱们后面想赶开很难 在呛面的时候就更加困难 不容易操作 下一个重点是面活成团之后 一定要放在案板上继续揉一下 把表面的干块 里面的水分 充分地揉均匀 这样咱们后面在做的时候 就比较省力了 大家可以看 咱们揉好的面团 保持这个状态就OK 然后就是包起来发酵了 现在发酵的时间呢 基本上在十来分钟就可以 另外大家要注意 看一下咱们和好的这个面团呢 轻轻点一下 就能感受到这个软度 就OK了 面的关键就是 面团一定要软 再一个 咱们发酵面团的时候 可以稍微发的过一点 发好之后 让它这个软度呢 彻底放松下来 取面团之前 一定要撒一点干粉 因为面比较软 尤其是发酵之后呢 它会有点黏 省得粘在案板上 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 这个面团的软度就像这样 咱们拉扯的时候呢 非常软 但是发酵一点也不会过 而且状态很好 有拉伸力 这个时候咱们开始揉面 在揉面的时候 只需要把表面揉光就可以 里面有细孔 不用担心 基本上两三分钟 揉好的面团就像这样 然后接着撒上一些干粉 这样是防止咱们在 擀面的时候 底下粘在上面 然后用擀面杖擀开 擀的时候呢 力道一定要匀 而且要面皮保证厚薄一致 差不多擀开之后 就像画面中这种状态 接下来呛面 每一次呛面的数量 大概在15到20克之间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如果太少的话没有层次 太多的话 蒸出来容易起泡 打匀之后 咱们这样抹一下 让每一个地方都均匀 千万不要让它扎堆 然后从一边叠过来 像这样对折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用卷的 如果用卷的话 你一次性呛面比较少的话 它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呢尽量不要卷 一定要这样叠 叠好之后 上面呢不是呛面 上面是面部 防止咱们擀的时候 粘在擀面杖上 只需要少量就可以 然后再次擀开 保证面皮厚薄是一致的 然后再撒干粉 这个撒干粉的量 也是15到20克 量不要大 抹匀之后 再次折叠 叠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齐 对折之后 还是要撒一点干粉 防止粘擀面杖 然后再次擀开 基本的呛面过程就是这样 大概这种操作 在5到8次之间都可以 呛面完成之后 咱们直接像这样卷起来 因为咱们用擀面杖 擀出来的面呢 还是比较光的 然后切出剂子 剂子的时候 尽量大小一只 然后切好的剂子呢 咱们不用单独去揉 只需要把中间压住 然后把两边往里收 就把这个切口呢 收到底下去 只把一个光面 留在顶部就可以了 这样咱们蒸好之后 整个馒头的状态呢 就相对较好 再一个 咱们收底的时候呢 一定要完全收紧 不要让它有裂缝 这样一个馒头 咱们就揉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表面很光 然后呢 简单的搓一下 就OK了 呛面馒头的制作过程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在做的时候 最关键的两点 第一个是面团开始 一定要活软 二个 呛面的时候 不宜太多 也不宜太少 另外最后的部分 包括二次发酵 和咱们平常制作馒头 是完全一样的 整制方法也一样 咱们开水上锅蒸 就OK 只要大家能够 按照咱们说的 一步一步去操作 制作呛面馒头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